哈喽又是我,我是莉婷 那今天呢,要分享的就是 之前我在当ACTV的实习记者的点点滴滴 一开始呢,我们可能就会很好奇说 记者的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其实呢,就是跟着你的call time 什么是call time呢?就是 那一个新闻呢,Let's say啦 一个新闻发布会是早上10点 那么你9点就是你的call time call time永远都是那一个新闻的 发布会的前一个小时 所以9点的时候你就要到那个公司 就到我们的Media Prima公司 然后过后你要负责去跟 cameraman,就是摄影大哥 还有司机就是bilot一起去沟通 然后三个人一起前往那个地方 所以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然后在我实习的时候呢 我最喜欢也最讨厌的 也不是说讨厌啦,就是很辛苦 就是对他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 就是forsport forsport呢就是明调 明调呢,其实还真的是蛮辛苦的 因为明调呢,你要去问人 就是说关于这个米粉涨价了 然后你的意见是什么 然后之前呢,我做过很多明调 然后大概有四五则吧 在短短的三个月的实习的时候 所以我喜欢明调的眼睛是因为 我可以在明调的时候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然后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有些人呢 他其实是不接受采访的 其实在我明调的过程里面呢,我觉得 其实有足同胞 反而更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然后讲出自己的意见啦 然后觉得最喜欢的呢,其实也是米调 因为他让我接触到不一样的人 关于同一个事情呢,我有不一样的人的意见那些 所以我觉得很好 接着呢,我们需要跟editor 就是visual editor 去一起剪接成这一份新闻稿 所以这个新闻一播出来呢,其实非常有成就感 就是好像你的baby诞生一样 然后接下来呢,我有做过的课题就是 那个uber应用程序呢,退出了这一个亚洲的市场 所以呢,东南亚市场 所以呢,我就是去采访 关于uber跟grab card的司机 他们对这一个事件有什么感受 然后非常幸运的就是可以约到他们一起来公司 跟我们做一个采访 然后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虽然他们是grab card的司机 可是他们也是来自本身也是有一些固定的职业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棒的体验 然后辛苦呢,就是你的工作时间不稳定 然后还蛮长的 因为如果你let's say啦 你的call time是八点钟 所以呢,其实你是需要从早上八点做到晚上九点 休息呢,就一个小时的休息 就让你十五餐 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之前 在八度空间当时习记者的时候就拍过的那些照片 第一张呢,就是在八度空间的这个 嗯... 这是公司的最主要的lobby那边拍了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跟我们的当家主播 叶剑锋一起合照 他的人气真的是草忘了 跟他的合照呢,其实是有两百个like 然后非常荣幸呢 就是可以跟这个蔡天强先生一起合照 然后这个是我跟他的selfie 然后刚刚好那一天的时候呢 就遇到了这个报馆的摄影大哥 帮我们拍的这一张照片 我觉得非常的有缘 然后我觉得他的拍照技术非常的好 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到 就因为工作原因嘛 所以有机会来到布城的粉红清真室 去看,目睹一下 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些grab car司机的代表们 非常开心他们可以抽空来到这个首要媒体的公司 嗯...和我做一个访问啦 让我做一个访问 完成了其中一个非常非常满意的新闻 谢谢他们 然后这个呢,就是关于那一个前首相那几次 吃这个李一麦 然后我需要去Jolo 我们讲的Jolo呢,就是去跟那些政治人物去问他 嗯...因为这个是前首相的政治秘书王乃志 然后就问他说 诶,你的老板吃桂米啊,不知人间疾苦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是非常刺激的 因为那时候,节目一完罢了 我就合格跟摄影大哥一起去门口堵着他 我就觉得非常有满足感 我很坏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主播加DJ舒静川 这个是实习的一个星期就跟他拍了合照 我第一个跟他拍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人 就很喜欢他 嗯...我觉得整体来说呢 其实这个实习的体验是蛮累的 可是,可以遇到很多很好的人 我非常的感恩 然后可以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 嗯...我在实习的时候拍的照片呢 就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好啦,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拜拜